來吧 永遠經典的開場 就是一定要喝一罐溫暖的啤酒 他這個啤酒真的都沒在冰的 所以一定是溫暖的 大家好 我是翔里 歡迎繼續回來我的夏季汽車 根據我之前收集到的資料是 好像黃色跑車男 只有在週日的時候才會出現 那他為什麼現在出現了 現在才週三 不管怎麼說 我看到旁邊有沒有 旁邊有一個人 那一個人呢 就是我們準備要跟他搶的 他的女朋友 可是我們現在還沒有自己的車 我原本只是想要先開車過來 這邊看一下狀況 然後我還得去那個 去那會鬧鬼的房間裡面 房子裡面對不對 然後那個要怎麼說 去會鬧鬼的房子裡面拿東西啊 拿那個輪胎啊 但現在 沒有想到先遇上了他們了 來來我們踩上來看一下 哈哈 兇什麼兇兇什麼 他還會去調整 他現在是跑車男的女朋友嘛對不對 但是沒多久就變成我的女朋友了 我按出按鈕了 那現在的狀況是說 我們如果 我得先跑一下 因為他可能會來撞我們之類的 那現在的狀況是 我們如果想要把他搶過來的話 好像我們要先把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 把這個黃色跑車男給弄死 把他給弄死之後 他旁邊的女朋友不會掛掉的樣子吧 然後到時候我們再來看看怎麼辦 可是好像要有自己的車吧 這一輛車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但我們看他有沒有辦法 還是我現在先把他弄死看看好了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只是要把他給弄死不是那麼簡單 以我現在的狀況來說的話 我看看好了 總之先拿出我們的神推之手 他怎麼這麼快就要開走了 他應該會待很久才對 那個也出現了耶 哇想不到 真沒想到現在開始 這些NPC居然都已經開始出現了 好啦你別走 你別走 根據我之前的觀察是什麼呢 只要在側邊 或者只要在稍微側邊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 不會被他給撞死才對 然後我們只要 哇哇哇哇哇 等一下等一下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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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了他要拼了他 但我們站在他側邊就可以了 在他側邊絕對不會掛掉 他也知道耶 他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 絕對 不敢來直接面對我是不是 你不敢直接面對我對不對 他不敢面對我的啦他 哈哈哈哈 黃色跑車男再厲害啊你 然後他的女朋友倒是在旁邊 相當的鎮靜的樣子有沒有 來我們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一個好方法可以把它給解決掉呢 他要走了 別啊哈哈哈 可惡啊 哎呦等一下 等一下這個也會來這個也會來 那但是呢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好方法是什麼呢 我們開車跟著黃色跑車男 我們在路上也許可以看到黃色跑車男出車貨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方法我決定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辦法說那個開著車然後跟著他一起跑 總之我們試一下現在也加不了油了 我原本想要試試看能不能加油的 黃色跑車男應該在這邊吧 他好像在發亮 所以他應該是快要過來了 哎等一下 我得跟得上他才行 但是我根本跟不上才對哦 他那個他那車速真的是很快 然後我這台車的都是那種很破爛的車有沒有 總之我們跟著他看看好了 他一定 絕對 會在路上突然之間出什麼樣的意外的才對 那個亮亮的應該就是他對吧 還說那個是小綠車 不對他就橫衝直撞 我相信他一定是黃色跑車男 是的 哎 等一下他還在這邊亂晃 也許我還是有辦法解決掉他的嗎 沒有他直接跑掉他要跑掉了 他應該是要跑到一般的正常道路上面去了 我們跟著他尾隨著他 他撞上公車就行了沒有撞上去 但是我我總覺得我更危險的一點是什麼呢 很可能是我自己本人會撞死哎 那怎麼辦 因為這個道路真的是相當的危險 然後這台車的性能呢其實是蠻糟糕的 或者是我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把他給撞下 哇不行他實在太快了 他真的太快了 可是我們真的是還蠻常可以遇到就是說 他呢會直接就撞死在路邊的的樣子 現在不曉得他有沒有這麼的愚蠢哦 之前是會的現在呢 現在他載著他的女朋友應該不會那麼的蠢了吧 哇他太快了一下子就過去了 我這台車真的不行 哈哈哈哈 沒有辦法了 那時間也晚了我想要去那個鬧鬼的屋子那邊呢 稍微看一下哦 其實現在有一點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他在路邊撞死的話他反正 在我離開遊戲之前 他應該都會一直是死在路邊的那樣子 總之我還是呢 繞一圈看看好了 但我快要沒有遊了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其實我已經快要沒有錢了 我們已經沒有之前那麼樣子的那個沒有安裝模組就沒有那種奇怪的暴力賺錢的手段 所以我們現在要賺錢應該是比較困難的事情 不過我倒是想說我們也許可以使用不斷的儲存載入大法對不對 去賭博 也許我們有辦法贏到很多的錢吧 也許到時候看看 天啊旁邊隨便一輛車都可以超越我了耶 更不用說黃色跑車男了 我現在根本就已經追不上黃色跑車男了 這只是一般路邊的車而已耶 哈哈哈 而且這輛其實並不省油啊 這輛其實耗油量也蠻大的耶 我都不確定我這個油能不能撐得到什麼回去哪邊了 其實我突然想到一招耶 黃色跑車男如果這樣子跑的話 我應該逆向跟他跑 那我後面就會有車想要超車對吧 那就會跑到對象車道去 那剛剛好黃色跑車男如果要從我對象車道過來的話 就會跟他相撞了 這也是其中一個解決他的方法 再不然就是 我們直接用拖車呢 把黃色跑車男給拖到那個鐵軌上 但是就跟之前一樣了 哇路要幹嘛 這路這路 哈哈哈 雖然說晚上呢 現在 欸這邊怎麼一個煞車痕跡煞成這個樣子的 可是那邊沒東西啊 我覺得黃色跑車男剛剛是不是從那邊過去了 還是黃色跑車男在前面 不知道耶 那我覺得現在晚上吼 雖然說好像都暗暗的然後看不太清楚 可是其實還蠻有樂趣的 就剛剛突然有路會衝過來對不對 所以如此一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先去鬧鬼的屋子那邊了吧 不管怎麼說呢 先把我們自己的車組裝起來 恐怕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吧 沒有什麼事情比這個還要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應該先回到那個地方去了 然後 就很簡單 欸欸欸這幹嘛這幹嘛 明明應該是很簡單的事情 我怎麼會開上來這邊 別讓我出事啊 那現在呢其實已經來到了周四了 遊戲裡面的周四了 我把我自己那台車稍微組裝了一下之後呢 就變成了這個樣子了 他現在組裝車子真的是越來越複雜了 哈哈哈 我現在都不太確定了 我雖然把引擎什麼都組裝起來了 可是他到最後能不能發動都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遊戲好像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如果你把時速維持在60左右的話呢 操控性都會很好 但是只要一超過60的話呢 操控操控性就會變得相當的糟糕了這樣子 而且我還忘了拿手電筒過來了啦 真是該死 居然會忘了這麼重要的事情 手電筒啊 沒關係啦 我也不太確定說這個幽靈到底會不會出現了 我很希望他會出現 就像這個黃色跑車男很意外的出現了一樣啊 有沒有想說我是先把輪胎拿走就好了 結果沒想到意外的遇到的黃色跑車男居然出現了這樣 OK我們就從這邊開進去吧 因為我這台車自己有的燈光應該也是很好的 哇他轉彎怎麼這麼糟糕啊 這台車轉彎真的很糟糕耶 我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 我都已經不知道 不過我們可以先停在這邊嗎 應該是OK的吧 因為只要燈有照著就可以了 對吧 雖然照的地方相當的奇怪就是了 哎等一下怎麼會照在這邊啊 照在這邊的話我 我什麼也看不到啊 對 很顯然的 我現在就是什麼也看不到的狀態 來啦 用力的往上爬 然後呢照著裡面就對了 裡面是不是有一個黑影在那邊 還是那個只是 對面的那個窗戶而已 那可能只是對面的窗戶而已吧 那邊有一輛車剛剛從那邊要過來了 總之我們先 開著燈就可以了 重點是要先照亮他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要設法呢 我們先喝個啤酒撞撞彈吧 哎我出不去了 可惡啊 太黑了我真的什麼東西都看不到了 我再喝一罐啤酒 這個啤酒呢主要是說用啤酒瓶啊 這個應該是可以使用那個 鐵錘把這邊給錘開的有沒有 可是好像啤酒瓶應該也可以把它給弄開的吧 希望囉 可以嗎 不太行耶 這個啤酒瓶用力甩的話 會直接穿進去耶 喂 啤酒瓶就這樣吹進去了 所以說那個鬧鬼的屋子這裡面看 鬼呢還是沒有辦法 出現的感覺 是的 不然鬼應該是已經可以看得見了 但現在實在太暗了什麼都看不到 我不知道我上去還能不能看得到上面的東西 但現在這邊是優先要能夠進去的 所以應該是要使用什麼東西來打開他的 我相信整個啤酒箱也許可以吧 我們試試看整個啤酒箱好了 能不能把它給 果然用整個啤酒箱把它給撞開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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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太棒了太棒了 我喜歡這個啤酒箱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這邊好好的往照進去的感覺了 OK了 其實這樣子更有一種探索鬼屋的感覺有沒有 但是很可惜的是那個鬼沒出現啊 再多走一下看看好了 好吧 鬼真的沒出現 完全不知道這個鬼的出現條件到底是什麼 哦樓梯在這裡樓梯在這裡 我看到樓梯了 那現在的話呢 雖然有個蜂窩啦 有個蜂窩應該就在這邊吧 但是這個蜂窩可以暫時不用管 因為現在時間是晚上啊 很晚的時候 欸這邊有個蜂窩嗎 應該是有一個蜂窩的 可能在很黑的地方吧 但現在時間很晚所以沒有關係哦 我們現在的話哇天啊 我如果把頭探出去的話可以看到 門那邊門那邊 我們把輪胎丟到那邊去就對了 所以為了就是這四顆輪胎啦 哈哈哈哈 為了這四顆輪胎跑到了這個會鬧鬼的屋子裡面來 結果 那傢伙居然沒出現 幽靈居然沒出現 好像快要天亮了耶 真糟糕 快天亮快天亮了 我居然已經呆到了快要天亮了耶 我不曉得等下回到商店 還能不能遇到黃色跑車男 我希望可以 我們再好好看能不能把他給弄死之類的 哇這裡面這麼暗 我也不太確定輪胎有沒有好好的丟進去了 應該是有啦 丟進去之後應該就是在裡面了吧 太暗了耶 這麼暗好難確定哦 這台車好像沒有室內燈光的樣子 還是我之前都沒有找到過而已 可惡啊真的應該帶手電筒出來的 不過這次真的太意外了 老闆居然下班啦 老闆才剛下班耶 天快亮了老闆 老闆才剛下班了 這個老闆到底 每天能睡覺的時間到底有多少 這個老闆好像超忙的耶 夜晚真的是 夜晚真的是會發現很多很神秘很神奇的事情 有沒有 不過現在終於是要天亮了 可可惜的是 欸他真的回來了 nice nice 來來來來來他終於回來 他終於 欸這個是撞死了沒啊 不是很確定他們是不是這樣算不算撞死了 還是我應該怎麼搞呢 我總覺得我只會把自己給弄死而已 沒關係 沒有關係 讓我讓我試一下 哦不對我現在壓力超大的怎麼辦 他看起來還活著 是的 那他的女朋友還在嗎 我決定呢要 他女朋友在車上的時候呢 我看他能不能把他給搞死之類的 欸公車來了公車來了 公車來了耶 公車撞上他了 公車就給他撞上去就對了 可惡啊 可是還是沒什麼用的樣子哦 我原本想要先接上那個點 先接上那個線 然後公車來了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把他給撞掉了的 太可惜了 沒成功沒成功 不過我們偷偷摸從後面這邊來一下好了 我看能不能把他們兩個呢 接在一起之類的 先把他們兩個接在一起再說了 我們不要管太多了 先把他們兩個接在一起 他們兩個呢 總有一天自己又會出事的 那現在的問題是 我這台車為什麼開不動了呢 我的油量呢 油量現在還有多少 油量還有幾乎一半啊 可是我現在卻沒有辦法 總之 我把他們兩個的屁股接在一起了 那他們兩個呢 想要去哪裡應該都會很難的 我終於動了 我終於動起來了 來啊來啊來啊 不是很囂張嗎 來啊來啊來啊 他們兩個如果現在已經被這樣子 接在一起的話 我相信他們等一下呢 應該就會很容易出事了 是的 所以我們就等著他們兩個 自己出事就好了 然後呢 我再用我的神手呢 去幫他們一點忙 哈哈哈哈 或者除非他們兩個想要那個啦 公車來了公車來了公車來了 公車來了 公車來了可以了可以了 喂 別這樣別這樣別這樣 我還想要看公車去撞他們 他們居然會逃 他們會懂得逃公車什麼 哈哈哈哈 我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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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這邊呢 幫點忙好了 看能不能讓他的車啊 至少要翻過去啊 什麼之類的吧 哇 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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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好倒車 然後他剛好前進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了 哈哈哈哈 為了搶奪他的女朋友 不擇手段有沒有 哈哈哈哈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都想要把那個 把車往前開耶 其實就這個時候對不對 中間這邊直接就撞過去的話呢 他們就絕對會完蛋了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 哦 哦有機會哦有機會哦 我總覺得他們 有機會會他們兩個呢 自己就把自己給搞死了 可是站到之前 我也得先確保我自己的安全才行 然後我壓力太大了 我忘了買煙了 沒辦法抽煙 哈哈哈哈哈哈 開不動了吧 這個時候我是不是應該先 開車回家去拿點東西啊 然後再過來這邊看看他們怎麼樣 我先想看 有什麼樣的東西呢 可以去搞定他們的 呃正常來說的話呢 是那個 怎麼講 欸不用欸 其實我們在旁邊這邊啊 跟他的女朋友好好的聊聊天也不錯啊 對不對 我們就趁這個時候 在他旁邊 跟他女朋友好好的聊聊天對不對 談談感情之類的 就可以漸漸的就把他給那個 拉過來啦對不對 他的心漸漸的就會向到我這邊來了 這個時候就看他們兩個人的默契了 一個前進 然後一個倒退的話呢 他們就可以好好的 端端的前進了 哇那個又在偷看了 那個會偷虧的 現在也出來了 哈哈 哈哈他在看這邊 商店前面到底發生了一個什麼樣的蠢事啊 這裡 哈哈哈哈 欸 黃色跑車男居然被拖著走了耶 現在 真的假的 這麼厲害啊 但這位老兄呢 目前沒有女朋友啊 這位老兄 這位老兄你沒有女朋友 你兇什麼兇 沒有女朋友還在這邊這麼兇 哇 哇 我先把他翻過來了 我翻了其中一個了 成功了 可是 跑車男還沒有翻過來耶 然後呢 這樣 哦哦哦哦 哇 他竟然把他給拉回來了 這兩個真的是 兄弟情感非常的十足耶 我決定了先餵他喝一點尿好了 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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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怎麼樣啊 你現在怎麼樣啊 蛤 你現在怎麼樣啊 蛤 哈哈哈哈 在鬧啊你 在鬧啊 是說他的女朋友 看起來也像是一個對不對 經歷過了什麼樣的 呃 經歷的人 這種時候還可以這麼淡定的在這邊 坐著抽他的煙 哈哈哈 哇 他們已經往湖這個方向過去了耶 這種狀況之下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開著車 隨便頂一下就可以頂 把他們給頂下去了 可是根據之前的經驗 他們就算跑到湖裡面去 他們應該也不會怎麼樣 哇 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幹嘛 怎麼已經跑到那邊去了 好快啊 而且好像他超穩的 這一個 原本他的跟班非常的穩 有沒有 穩穩的就拖著他走了耶 喂 欸這太猛了吧 欸 哈哈哈哈 他就這樣把他給拖著走耶 是不是黃色跑車來的車已經被我給弄到 沒什麼動力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如果 拖著黃色跑車來這樣子在路上走的話呢 我相信他一定會被撞 撞翻的 但是又沒了又沒了 我才剛誇完他沒幾句而已 現在呢 他又被 被拉回來了 反正我們先吃點東西吧 然後喝點酒就對了 這封信我覺得是那個 是要買一點的 買那個工具組的啊 因為有一個比較好的工具組嘛 他裡面應該有一個一字旗吧 我應該呢 商店這邊要擺一個一字旗的 這邊比較好 所以這個就先送進去吧 進去吧 喂 進不進去啊 進 進去 有了我好像聽到了 有他過去了 但是我 我糟了 我現在是太累還是壓力太大 太累嗎 我 我應該先睡覺了 我應該先睡覺了 反正我 我睡醒的話 他們應該還在那邊吧 希望 然後我睡醒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直接去買煙來抽了 好的 現在有點在抖動 因為我有點宿醉 我確實好像有聽到他們的音樂 還在那邊 所以他們還在那邊那個 這個公車也還在這邊 那現在的狀況應該是商店 應該是已經開門了吧 是的 絕對是的 絕對是的 太好了 買點煙來抽吧 必須要買點煙了 這個就直接先開了吧 這個 先拿了 先拿了 哎 這包煙拿不起來 總之在老闆的面前先抽根煙吧 Yes 壓力排除 用力的把這一根煙直接都給抽乾吧 然後在外面再打雷了 哈哈 翻過來了 翻過來了 這個先讓他走 先讓他走 我成功的讓他翻過來啦 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什麼呢 就讓他走就對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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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情侶都一個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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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這個狀態還有辦法吸煙欸 哇真的是太猛了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這個才是真正的靈異事件吧這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角度更好笑了 哈哈哈哈 我到底是看到了什麼東西啊 說實在我在這邊等小綠車來 可是小綠車好像都沒來欸 小綠車可能也出事了吧 算了算了算了 我們剛剛就先把他放了吧 欸欸欸可是我想把他放他也想撞我啊 因為我怕呢我自己的車呢被他給那個 推到那個深淵裡面去啊 不過呢沒有關係 今天的話呢我們還沒有做好什麼準備對不對 因為遇到他們呢完全是個意外啊 所以我還沒有做好什麼準備 現在比較重要的事情呢大概就是趕緊 把我自己的那台車呢給組裝起 給組裝起來 他要去哪他要去哪 我以為他會自己進到湖裡面去呢 總之現在的狀況是呢 反正看起來他們的 他的小跟班跟他呢還是偶爾會出現就對了啦 而且是不定時不定期的這種莫名其妙的出現吧 所以我們到未來都還是有機會再遇到他們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再用更多的手段看看能不能來搞死他們這樣子 呵呵 那今天的任務呢很簡單的就是去拿了4顆輪胎嘛 所以下一集的話呢我自己的車大概就可以組裝好了 但是呢能不能發動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總之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我的夏季汽車 感謝大家的收看囉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囉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